当初央视一姐,董青嫁入豪门赴美生子,老公秘春蕾好值千万为其买下豪宅,但是两人婚姻现在却充满了变数。 秘春蕾工作出现问题,面临30亿违约债务,豪门梦遂的董青将如何抉择?是选择离婚即使止损,还是与丈夫患难与共呢? 这里是捕鱼超人,今天我们聊聊董青的豪门梦。去年有人爆出消息,董青在洛杉矶比福利山庄的豪宅正以899万美元,大概60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出售。 一个央视主持人如何靠自己在国外买下这样一栋豪宅呢?答案是不可能的,据网友们的爆料,央视主持人的基础工资也不过一万左右。 不过身在福利好,而且还有不少的津贴,再加上台里的要求不能随便接商业,虽然攒攒钱或许能在北京买套房,但要想买下这样一栋6000多万的豪宅是绝对不现实。 同时央视主持的一哥康辉至今还是租房住。 康辉在采访中说,作为央视新闻中心的播音部主任,他的工资在内部已经算高了,加上各种补贴和奖金。 每年有20多万,而且康辉还享有特殊津贴。 但这在北京想要买一套普通房子是够了,但如果想要买位置好一点的还是远远不够。 事实上,很多企业都曾向康辉提供高薪就业的机会,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。 其他节目主持人成名后,广告代言和综艺层出不穷。 那董卿的豪宅是哪里来的呢? 说到这里,不得不提一下董卿的老公秘春雷。 2007年,董卿和城前分手之后,就开始频频和秘春雷传出绯闻。 两人老家都在上海从明区,第一次见面,秘春雷就被知性大方的董卿所吸引,于是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 2009年,两人更是频繁被拍倒在一起,但是在董卿的极力否认下,舆论开始消失。 直到两年后,董卿和秘春雷一起进入高档会所彻业未归,这下基本坐实了两人的关系。 接下来就是董卿赴美留学,实则是赴美生子。 这件事对董卿的名声打击很大。 作为一位经常在镜头前大谈爱国的主持人,结果为了让儿子入美国籍,选择赴美生子。 虽然董卿自己解释是为了更好的教育,儿子的国籍并不影响爱国。 这样的说法算是说服了一部分的网友,但董卿言行不一,还是对声誉造成了影响。 董卿这位绯闻男友秘春雷,是上海人寿保险董事长,2019年登上胡润百夫榜684位。 秘春雷出生于普通家庭,努力地读完大学之后,他毅然决然投身伤害。 刚刚开始他是做运输行业的,同时还做点投资,收获到第一桶金之后,他靠着自己超乎常人的商业嗅觉,投入作为火爆的房地产行业。 二十世纪初,房地产行业迅速崛起,被称为黄金暴力行业。 此时的秘春雷已经是一名隐形富豪,之后他大力发展保险成立了上海人寿。 这也使得他从千万级富豪成功晋升为百亿级富豪,而且登上胡润富豪榜。 和董卿传绯闻时,他还在和他老婆闹离婚。 为了留住董卿,他最后选择壮实淡湾,花了几千万离婚。 而最让他出名的,还是去年豪制六十亿,买下了上海金恩区的一块地皮。 也正是这件事,让这位不显身不漏水的富豪现身于人前。 至于董卿究竟又没有插足他人婚姻,这个我们不得而知。 时间线相对模糊,而离婚时间至今没有透露,我们就不要瞎猜了。 嫁给了米春蕾在美国生下儿子,董卿的豪门梦正在实现。 而根据消息,洛杉矶的豪宅也正是在董卿赴美留学期间转移到他米下的。 价值六千万的豪宅说送就送,看来两人感情确实不错。 可是这豪门梦还没做多久就出现了意外。 最近频繁有消息传出,声称蜜春蕾濒临破产,负债已经高达三十多个亿, 手下员工已经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。 想当初,当年李厚林破产,李香果断选择离婚, 王科破产而刘涛则选择替福还债。 那么董卿会是下一个刘涛吗? 这时候再看董卿出售豪宅的举动。 当初这栋宅子买过来是750万美元, 这些年升职之后,现在以899万美元的价格出售, 可以说已经算是很低的价格了。 他为何这么着急出售呢? 想来董卿应该是选择了和刘涛一样帮丈夫渡过难关, 为此急着将不动产转化回流动资金来帮助丈夫。 倘若真是这样,那也算是有情有义。 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,这栋宅子已经是个烫手山芋。 还有消息称,董卿的儿子也将回归中国国籍, 看来还是中国国籍比较香啊。 对此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 这里是不鱼超人,我们下期再见。